跨境學童好鬼小 人民日報這麼搞笑 林鄭之前的吸納雙飛父母來港論被人罵 不過她都認雙飛搞到香港教育制度好大壓力 人民日報昨天就發工 引用個別北區小一學生數字 說雙飛只是佔跨境學童的一成 沒有擠佔我們的教育資源 但葉建源就督爆他們 引用的是去年收生數字 好搞笑 她還問過一間北區學校 剛剛收的小一有十八個雙飛 佔了跨境學童五成有多 與其未來幾年還會越來越多 大把聲感上 連惠州的校長都說 去年八十個跨境學童有十個雙飛 明年的需求隨時更大 而她還在研究不同方案 處理跨境和雙飛學童的問題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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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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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惡